今天的大台北趴趴购单元 要带您到永吉路的一家冰品店 老板非常注重食品安全 店里的豆花、芋圆和冰品配料 几乎都是纯手工制作而成 因此开店不到一年便大受欢迎 透过镜头带您一块去品尝美味的创意冰品 天气越来越热 正是吃冰消暑的季节 中午用餐时间一到 这一家冰品店开始忙着 制作电话预约的外送订单 而学美术和体育的店长吴梅荣 去年刚从美国回来台湾 因为二姐的一句话 让她选择留在台湾传承家族的好手艺 我本身是学体育跟美术的 但是我思考了半年 说服了自己半年 然后就把煮豆花跟制作豆花的过程 把它想象成是原本我是拿笔的 然后把它想象成那个铲子 那些煮的东西是笔 那我有一个好像习惯要抓一个东西 那就把它当成艺术品之后就做出很好的豆花来 我刚开始也是失败了很多次 也很挫折 也会问自己是否可不可以 那姐姐是很棒一种 自己人没有唱过在旁边的指导 整个做一遍给她看 所以才有办法做出那么好吃的豆花来 而这一家冰品店最畅销的产品 就是纯手工制作的豆花和芋圆 滑嫩细致的豆花搭配着Q软香浓的芋圆 让许多客人经常上门来关顾 它的那个芋圆 跟别的地方比较不一样 因为可能是手工 吃起来比较Q 比较可能会觉得吃起来有种阴暗的感觉 对 可是它比较不会 豆花那个有点加那种奶味 然后比较棉 吃起来比较棉的感觉 很顺口 对 很嫩 对 然后它的芋圆啊地瓜园是纯手工做的 很Q哦 那它用冬瓜下去熬的糖水有冬瓜的味道 很香 然后也没有很甜 手工豆花它是要先从泡豆子 对 然后以季节性的不同 对 就是比较 季节性的不同泡的时间不一样 然后再把它磨成豆浆 那它从豆浆的过程之后再去煮成豆花 然后冲成豆花 那手工豆花就是比较麻烦就是 呃 整个的时间跟肺的功夫也都要用 对 刚开始我也是 但是 也会失败 失败很多次 那就是想运动都坚持了这么久 决定要开就一定要把它学会 对 对 由比较把本身是高饼师傅的第二代 对 所以对于做面粉蛋糕面包那些馒头 对它是很强的 那它是到了一个地方很有名的去吃的 就觉得它的东西不好吃 它就自己买回来自己吃 然后就爸妈研究 然后再教了我的姐姐 对 另外这一家店的创意雪花冰也很受欢迎 许多配料都是店长亲自熬煮 在酷热的天气里面 吃一碗冰凉的雪花冰 绝对是一大享受 因为我这边是比较做纯手工跟养生的 所以都没有一些化学药物的 对 就是纯 比如说芒果牛奶雪花 也是自己削的芒果 那芒果泥芒果汁都是自己手工这样做出来 就是削出来的 自己 裹自己打出来的 除了好吃的手工豆花和雪花冰之外 店里面还有许多冰凉好喝的饮料 下次经过永吉路附近 别忘了来品尝一下 美味的芋圆豆花和创意雪花冰 中家台北新闻 许超雄采访报道